这个小女孩突然意识到 身边的老爷爷已经死了 她告诉女孩 我们一起生活了16年 现在我要走了 我走得太匆忙 还没来得及跟她说再见 在夜空下对着星期许愿 就像他们以前做的那样 告诉她千万不要觉得孤单 因为她会一直陪着她 小女孩听了她的话 原封不动都传达给了老妇人 果然 她听完之后大哭起来 她走到外面 果然发现了一个身影 穿着裙装 亮人翘翘走上来 把她吓了一大跳 她艰难地说着 救救我 但随即就不见了 梅琳达把这事跟朋友抱怨 原来这些鬼魂 就是所谓的地附灵 因为在人间有未完成的执念 所以没法去天堂投胎 那现在缠着梅琳达的鬼 是怎么回事 原来很暗 请你帮帮我 我叫保罗亚当斯 是一个德里斯科堡的士兵 说完他就消失了 第二天梅琳达出门的时候 差点撞了一只狗 狗子冲向一座雕塑 冰的 他在上面发现了保罗的名字 1972年6月 在越战中失踪 梅琳达来到退伍军人协会 想询问有关保罗的事情 梅琳达只好把保罗的罗盘给了他 百般解释 但还是改变不了扫地出门的结局 梅琳达只能无功而返 但过了几天后 男人的儿子突然找到他 因为他把梅琳达的消息 传递给军方后 核实了保罗在去世前 确实是在直冲机上执行任务 他不可思议地问梅琳达 他是怎么得知这一切的 这时 保罗突然出现了 他让梅琳达问儿子 他是否还记得 我生前寄给他母亲的信 梅琳达尽数转达 保罗的儿子这一才相信 自己离世的父亲 确实就在眼前 哪怕自己看不到 于是他把母亲这些年的思念 都倾诉出来 他说这些年 母亲从未忘记过他 每天都会和他说很多事情 因此 即便他从未见过父亲 父亲的形象也一直是伟大的 所以他才会对梅琳达这么生气 因为他不允许任何人 用保罗的事情开玩笑 他对着空气说 不管花多久 我都会找到你 带你回家 但保罗拒绝了 他让儿子好好陪着怀孕的妻子 当年的他 已经做过儿子的叫声 他不能让自己的儿子 也经历这一切 阴阳相隔的父子俩 感慨万千 最后 保罗让儿子陪他走一段路 儿子